这个穷人花四万块买了一张头等舱机票 只为和航空公司的老总见一面 然而富豪跟他握完手后 却不停对双手进行消毒 马拉虽然略显尴尬 但他顾不上这些 他说自己想创办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为了让穷人也能坐得起飞机 结果却遭到了富豪的嘲讽 富豪认为飞机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穷人想坐飞机简直是异想天开 然后叫人把马拉赶去经济舱 但马拉表示抗议 因为他买的是头等舱的机票 任何人都无权赶走他 可富豪接下来要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超能力 只见富豪和空姐而鱼几句后 广播里就发出了故障通知 随后飞机竟然直接返航 马拉被赶下了飞机 但富豪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穷人将与他展开一场宿命对决 马拉刚走出机场 就被一位大叔叫主 大叔是风险投资人老白 他在飞机上听到了马拉的商业计划 对此非常感兴趣 想和马拉深入交流一下 马拉把老白带到了一家小餐馆 但老白对这个环境很是嫌弃 疑惑为什么不去五星级酒店 马拉让服务员端来一盘披萨 老白不情愿地尝了一口 却瞬间被这个味道征服了 马拉告诉他 这里的食物并不比高端酒店的差 卫生条件也非常好 但价格却不到高端酒店的十分之一 同样的道理 廉价航空公司可以省去不必要的服务 这样就可以降低10%的成本 再开发一个网上订票系统 取消中间商购票的环节 又会降低很多的成本 其他航空公司一天飞两次 我们可以一天飞六次 这样购票的人数也会剧增 想不赚钱都难 老白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随后把马拉带去与董事会见面 马拉用数据深度剖析了自己的商业理念 却受到了其他股东的质疑 因为就算他们愿意投资 马拉也买不起足够的飞机 但他根本没打算买飞机 而是准备从美国人手中低价租飞机 因为911事件的影响 美国航空业遭受了重创 目前仅用半价就可以租到他们的飞机 股东们考虑到机会难得 便同意了马拉的计划 但资金最快六个月后才能到账 马拉只能先电资租飞机 但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就算母亲把房子和农田全部抵押 也无法筹集到这么多钱 他们找到村里的首富借钱 首富曾经是马拉父亲的学生 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便含泪借给了马拉4700万 接下来就要办理相关执照 马拉早早来到民航局 从上班等到了下班 也没有拿到民航局长的签字 因为局长和航空部长有一个紧急会议 局长让马拉明天再来 尽管第二天局长看了方案 但又让马拉明天再来签字 马拉只好又等了一天 但这天助理却告诉马拉 局长去休七天年假了 他根本没想给你办理执照 因为你只是个无名小组 马拉深受打击 他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发呆 却在不经意间得知总统即将到访 他托记者朋友帮忙 混进了总统入住的酒店 但在最后一关检查时被阻拦 马拉不甘心半途而废 他朝里面大喊 我要办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这引起了总统的注意 马拉向总统诉说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马拉年少时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就离家出走当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服役期间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话 他着急忙慌地来到飞机场 却买不起飞机票 他向周围的陌生人借钱 并以军人的身份担保 但并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马拉只能换成其他交通方式 辗转几天才回到老家 但父亲已经去世了 马拉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这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于是他把悲痛化作力量 立志创办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让穷人也能买得起飞机票 总统被他的精力和勇气打动 就写了一封推荐信 马拉这才拿到了相关执照 他的航空公司终于可以营业了 但美国航空却取消了合作 因为印度民航局出了新规 要求波音公司提供蓝图 否则就扣留他们的飞机 这显然是被民航局针对了 马拉找到局长所要说法 面对民航局的嘲讽 马拉也束手无策 他向投资人老白说明了情况 但老白却告诉他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这一切都是富豪的阴谋 他操控民航局在一天内修改了法律 甚至连投资人老白都是他安排的 因为马拉的商业计划动了富豪的蛋糕 富豪便设计害马拉陷了进去 致使他负债4700万 马拉愤怒地跑去找富豪 却只能被无情地按在地上摩擦 他就像一只蚂蚁 对大象造不成任何伤害 马拉在天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 从此茶不思饭不想 直到这天一只麻雀给了他灵感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开航空公司不一定非要大飞机 小飞机也能把旅客安全送往目的地 各种成本都会低很多 于是马拉重整旗鼓 他联系了一家货机公司 对方愿意把老旧的货机租给马拉 但这也需要3000多万 此时马拉已经身无分文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妻子把面包店的盈利都给了他 老丈人也拿出了毕生的积蓄 他们没有嫌弃马拉是个失败者 反而对他无条件的支持 马拉感激地无法用言语表达 就在他去银行存钱的时候 竟发现自己的账户不断有钱汇入 从贵员口中得知 这些钱都是从他老家那边汇过来的 马拉连忙拨通了村里的电话 原来村民们知道马拉遇到了困难 便自发筹钱给马拉 因为他们相信马拉是为了穷人着想 如果马拉创业成功 那就是他们村里的骄傲 村民们有的卖掉了粮食 有的卖掉了土地和牲畜 想尽一切办法给予马拉支持 马拉 马拉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的身后站着无数的穷苦人民 马拉带着他们的期望 创立了德干航空公司 没有飞机就把货机改成客机 没有机场就用废弃机场 没有飞行员就用退役空军飞行员 马拉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试飞 就在飞机准备降落时 塔台却突然禁止他们降落 这又是富豪搞的鬼 眼看飞机燃料就快耗尽了 马拉让飞机去附近的空军基地降落 由于未经许可私自降落 马拉被空军抓了起来 万幸中的万幸 两名飞行员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但他们却被押到了长官面前 马拉向长官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长官被他们的壮志雄心打动 并看在是自己曾经布下的情面下 只是让缴纳了几万元的罚款 便放走了他们 马拉去参加新任航空部长的见面会 在这里居然碰见了富豪 这次马拉没有低声下气 也没有义愤填膺 而是一种自信且大气的心态 面对富豪的嘲讽 他是这样回应的 马拉见到了航空部长 把自己的商业计划讲给他听 航空部长很认可这种模式 就帮马拉解决了机场的问题 并且愿意搭乘他们的飞机 美丽的空姐 开心的乘客 得干航空的守航看似一切正常 就在即将起飞的时候 飞机的引擎却突然冒烟 乘客们惊慌失措 马拉连忙冲进驾驶室 他让机长停止起飞 但机长就跟着模一样一动不动 马拉只能亲自上阵 飞机有机无险停了下来 但这次事故把航空部长惹怒了 德弹航空被禁止运行 马拉也遭到了记者的围堵 而怀孕的妻子就快生产 马拉想要冲出去 但妻子却说 尽管马拉保证没有安全问题 但是人们再也不敢乘坐他们的飞机 马拉只能想办法找出事故原因 他在检查飞机时发现了问题 原来是机长在加油时做了手脚 机长面对大家的审问 说是由于自己疏忽大意造成的 但马拉早就猜到是富豪收买了他 不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飞机的安全问题被澄清 德干航空被允许继续运行 但人们还是不敢乘坐 马拉借助电台告诉人们 马拉希望重新得到人们的信任 但另一边 富豪也在电视台诋毁马拉 宣称廉价飞机代表不合格的产品 无法保证乘客的安全 为了让人们相信德干航空 马拉决定让最爱的三个人坐上飞机 她的母亲 妻子 还有刚出生的女儿 做完所有飞行前的检查后 马拉把妻女送上了飞机 而母亲将从老家飞往这边 马拉期待着乘客们的到来 但是没能等来一个人 偌大的飞机上只有她的妻女 马拉被迫取消了这次航班 马拉带着轻女走下了飞机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这次她是真的回行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坚持下去 眼睛再也包不住苦涩的泪水 但就在这时 助手跑过来告诉她 由于购票系统的故障 这边的乘客无法领取机票 他们实际上卖出了几千张 其他的航班都是满员 人们并没有对他们失去信心 马拉激动地跑去降落场 看见了从飞机上走出的村民 每个人都笑逐言开 感谢马拉让他们坐上了飞机 马拉见到了自己母亲 母子俩相拥而弃 所有的辛酸都化为了灰烬 这时富豪却打来了电话 想要一起合作 马拉直接让她滚蛋 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德旦航空现在已经是一家 年入数亿美元的航空公司 从侧面表达了一个道理 这哪是创业呀 明明就是徒手干翻 印度贫富差距重性之多 不过也告诉大家 不管你的对手是谁 不管他有多么强大 即使面对千难万组 有梦想就千万不能放弃 坚持下去万一就成了哪 你是否也是这样 朋友打电话约你出去玩 你却总是故意装作没有看到 实在没办法了就借口说自己很忙 但其实你并不忙 反而是宅在家里 刷着无聊的短视频 看着无聊的电影 每天重复着日复一日的工作 虽然生之无望 但生活的也不算太糟 不过总是对所有的事缺乏乐趣 就像是一个生活在套子里的人 拒绝和外界接触 如果您或朋友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不妨看完眼前这个男人的故事 也许会让你改变对待生活的态度 凯尔离婚后的两年半里 他就一直处在这个状态 正在租路相待的他 又接到了发小的电话 他像往常一样借口 自己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 谁知发小受不了他每次都拒绝 直接就在出租店门口堵着他了 这不是我 哇 这很浮沉 因为他口是正确的 你所说的 卡尔 我知道你不是说什么 卡尔 外面 我知道你不是说 什么 卡尔 实在没辙 他只能跟着朋友一起走进了酒吧 另一个朋友调侃地说 你每天都这么忙 一定升职加薪了吧 卡尔也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这时发小突然宣布自己要订婚了 怪不得他一定要把卡尔约出来 毕竟在电话里通知的话 卡尔一定会借口不来参加订婚宴 这不就算是发小当面邀请 卡尔还是默默唧唧地没个准信 发小正准备逼他一定要来时 突然卡尔的脸色变得很差 原来前妻和他的新男友 正好也在这个酒吧缠绵 而他却露出十分难看的假笑尴尬的硬核 发小看出了卡尔的难看 就主动帮他开脱说卡尔很忙 现在就要离开了 结果卡尔一转身 谨慎的尊严在这一刻终于消失殆尽 他缩着脑袋说了一声再见后灰溜溜地逃走 第二天他西装革履地出去上班 刚出门邻居老太就找他帮个小忙 结果他想都没想地就拒绝了 路边的传单他也总是冷漠地拒绝 在银行上班的他面对来贷款的客户 他总是嫌麻烦地直接就不给批准 甚至上司喊他参加聚会 他也总是想都不想地推脱 他已经习惯了封闭在自己的世界 拒绝和外界有过多的交流 直到一个酷似神经病的人出现 乍乍呼呼地对他说 他把传单塞到凯尔手中 然后对着银行的窗户就是一发石头 本来这件事对他毫无波澜的人生 并没有起太大的灵敏 可当他想和前妻和好时 却被告知前妻要和别人去度蜜月 他只得又一次无聊地躺在沙发上 看着无聊的录像带 结果错过了发小的订婚宴 这伤透了发小的心 但让发小更心碎的是 凯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未婚妻的名字 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诡异的梦 自己一个人死在沙发上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悼念他的只有一只寻着臭味而来的苍蝇 漠然惊醒他意识到如果自己还不改变 那个梦也许就是未来的自己 看着手中的传单 他决定去这个讲座碰碰运气 然而现场就像是传销开大会 演讲的老头更是酷似传销头子 老头说 只要我们对生活中所有事情说好 那么好运就会降临在我们的头上 正当凯尔一脸的质疑时 讲座的迎新环节开始了 然而现场却只有凯尔一个新人 老头邀请他上台他一脸的抗拒 结果老头脱下鞋子 直接就冲着凯尔跑过去 老头说你是不是不信这一套 老头接着说 你对生活说不 所以生活拒绝了你 你是不是总是对朋友和自己编造各种借口 是不是现在没有出路的工作里挣扎了好多年 是不是不懂生活被妻子抛弃失去一生的挚爱 甚至在深夜里对祖传手艺都失去了兴趣 凯尔惊呆了 老头说的竟然全是自己的经历 最后老头和他做了一个约定 今后凯尔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只能说好 如果违背约定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凯尔要做一个 对什么都要说好的好好先生了 一场讲座似乎耗费了凯尔所有的力气 刚一出门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请求凯尔在他一程 他刚准备拒绝 同学就见兮兮的跳出来替他同意了 凯尔也只能让流浪汉上了车只当是为了交好运 流浪汉不仅把凯尔的手机打没电了 甚至下车时还要找凯尔借钱 本着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的原则 他大方的把钱全都给了流浪汉 结果刚掉头汽车就没有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流浪汉也早就跑没影了 夜色下他提着油桶 一边吐槽着老头的讲座 一边寻找着加油站 即便是正在加油也堵不住他叙道的嘴 这是一个骑着小绵羊的美女出现 兴许是觉得凯尔嘴里的故事有趣 就随手就给他拍一张照片 而且还主动表示要送他一程 凯尔从未见过如此随性洒脱的女生 敢载着陌生人说走就走 敢骑车逆行 敢迎风拍照 总之就是很疯狂很勇敢 临走是不知怎地 凯尔脱口而出了一句骚话 结果这个女生还真敢见 凯尔直接惊了 天哪 这是什么轻女子啊 女孩就这么走了 没留姓名也没留电话 也许他们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 但凯尔突然醒悟 当一个好好先生 好像真的能给他带来好运 所以当电话再次响起 他非常干脆地接了起来 电话是领导打来的 让他周六来银行加班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相亲网站上波斯外籍女人约他见面 他还是直接同意 顾客来找他贷款 不管信用如何 几百到几万的金额他全部直接同意 这不好运就又来了 领导说这次加班是公司的一次测试 领导打了一圈电话 只有凯尔一个人来加班了 所以凯尔的年薪直接提到了六万 这也太酷了吧 于是他开始更加主动 甚至破天荒地约发小喝上酒了 他感慨地说自己以前真是白火了 并且分享了自己成为好好先生的事情 谁知朋友直接就喊来服务员 还别说也只有真朋友才能做出这种事来 从没接触过的跳舞机 他也尝试了起来 充满活力的他成为了全场焦点 凯尔越玩越嗨 抱起旁边不认识的女人就砍了起来 光头男瞬间就不乐意了 他拉着凯尔就要单挑 上头的凯尔自然也不怂 走进小胡同 凯尔摇摇摆摆地展示自己的罪权 趁着光头不注意 却一拳打在了别人身上 最后他还是被光头男教育了一番 这一晚虽然他睡在了厕所 但醒来后他才发现自己从未如此的快乐 出门上班 邻居老太又找他帮忙 这一次凯尔欣然应远 帮老太订好架子 老太本想给他一些钱作为报酬 奈何钱包里没钱 老太只能以身相许 被步步紧逼的凯尔无福销售选择了拒绝 可一旦说不 那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一条狗气势汹汹冲向凯尔 好在大狗被铁链拴住了 看样子违背约定 确实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凯尔无奈只能妥协 意外的是感觉还不错 不过对所有事说好 也让他吃了很多的亏 上门卖糖果的小女孩 上门推销床的老男人 他一概全都来者不拒 无论客户的贷款理由多奇葩 他全部都给通过 不过他的生活也因此变得十分充实 他体验了开飞机的感觉 也学习了从未碰过的吉他 甚至还参加了韩语培训 还去社区当志愿者 享受助人的乐趣 曾经路边爱搭不理的传单 如今他也欣然收下 晚上走进传单上的酒吧 这不好运就又找上了门 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前的那位姑娘 没想到那个七小绵羊的姑娘 竟然如此的多才多也 表演结束 她装作不经意地等在吧台 爱丽也同样地装作不经意地发现了她 爱丽不仅自己组建乐队 而且和现在的凯尔一样 参加着各种活动 甚至每天六点起床 教别人一边慢跑一边摄影 为了和爱丽接触 凯尔表示自己也要上慢跑摄影课 她调好闹钟刚准备睡下 就又被发小喊不去通宵 这一晚她又交到了一个新朋友 可第二天她出现的方式 让爱丽错愕不已 喝了一整香的红牛 即使一晚没睡 凯尔还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 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她一马当先 跑在队伍的最前头 结果红牛的效果一消失 她就像小狗一样爬在了地上 成为了大火的拍摄素材 她无厘头的行为 让爱丽感到很神秘 而女人一旦对男人产生了好奇 那么距离沦陷也就不远了 爱丽说她的前男友就很无趣 每天生活在自己的小矿旁 凯尔很理解 因为那就是她曾经的样子 晚上她带着爱丽参加领导家里的聚会 结果这个看着像是一个哈利波特主题的派对 竟然是一群人坐在沙发上 看了一部又一部的哈利波特大电影 好不容易逃脱了出去 爱丽让她骑着小绵羊载着自己 这还是凯尔第一次骑摩托车 一路来到已经锁门的露天大剧场 凯尔只是说了一句你怕了吗 谁知爱丽竟然这么唬 直接就爬了上去 空无一人的剧场竟是这么的美 尽力的蓝光摇曳在夜空是那么的不真实 他们肆无忌惮地放声高歌 气氛都到这了 凯尔怎能不表白 他们坐在看台上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浪漫 爱丽说我喜欢非主流的音乐 喜欢边跑边拍出来的模糊照片 即便这种爱好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说小时候我们都知道 世界就是一个游乐场 只不过长大后我们就忘记了 这时突如其来的保安大叔发现了他们 因为凯尔不能对任何事情说不 所以这场逃跑充满了曲折 再次来银行上班 找他贷款的人多得都排起了长楼 然而领导却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银行的副总裁指名道姓地要找他 看样子是他批准的贷款出了问题 他不慌不忙地走向自己的办公桌 碰巧这个贷款的人是他刚认识的新朋友 新朋友想要贷款买一台杜卡蒂 凯尔还是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也许这是他批准的最后一笔贷款了 他淡定地走进办公室等待审判 副总裁严肃地说 一般放贷员一个月会批准30项贷款 而凯尔却大大小小批准了560一项 连几十几百的贷款都有 可当凯尔以为自己因此要付出代价时 副总裁却笑了 他说借贷人都很感激凯尔 而且因为都是小额度 还款率达到了惊人的98% 最后凯尔还因此升职 去总部和高层共识 薪水直接翻了几倍 因为之前错过了发小的订婚宴 所以他主动挑起了 帮发小新娘组织婚前派对的重担 这让发小的新娘多少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 凯尔还是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人 更让新娘惊讶的是 在挑选派对的道具时 韩国女服务员的态度很不好 凯尔竟然用韩语和服务员交流了起来 原来韩国姑娘是因为看着别人结婚 自己连个男朋友都没有而生气 经过凯尔高情商的安慰 服务员很快就阴转情乱 贴心地为他们讲解着道具的用法 然而这时突然又有人要跳楼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事 凯尔拿着吉他就来到了楼顶 I wish you would step back from that ledge my friend You could cut ties with all the lies that you've been living in And if you never want to see me again I would understand I would understand What is it The angry boy been too insane Icing over the secret pain You know you don't belong Everyone I know has got a reason To say You can put the past away 趁着胖子唱的动情时 凯尔一把将胖子拖到了房间内 就这样他用刚学会的吉他 挽救了一个珍贵的生命 机场里他又碰到了前妻 这回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敢面对 前妻在电视上看到了凯尔的事迹 凯尔微微一笑 他早已不是以前的样子 他的从容和阳光让前妻不住地回头 现在凯尔也有了自己喜和的姑娘 他掳着爱丽走向售票台 他们没有计划 最近的飞机是哪一班 他们就去哪里 下了飞机 他们还是随心所欲地走到哪算了 无聊的电话博物馆 也体验了有趣的飞盘射击 去现场观看了刺激的橄榄球比赛 又晕倒在了满地鸡毛的独栽场 可惜天公不作美 滂沱的大雨不告而止 他先用衣服遮住爱丽的头 接着像是劫持人质一样 卤着爱丽跑到仓库里避雨 这让爱丽爱死了这个 体贴地不拘一格的男人 他提出回去后要和凯尔同居 凯尔似乎还没准备好 稍作犹豫了一下 不过从不说不得他还是同意了 但口是心非算不算违背约定吗 很快 现实就给了他答案 买回去的机票时 售票员神神秘秘地让他等一下 然后联邦调查员就把他带走了 官员说你的计划我们全都知道 你在飞机起飞的最后一刻买票 还和波斯吉的相亲对象约会 甚至批准了做肥料的贷款 最后还是作为律师的发小出面 才解决了这个乌龙事件 他解释说凯尔一切的可疑行为 都和这场讲座有关 作为好好先生的他不能说不 这边没事了可得知真相的爱丽 认为凯尔一直以来都在说谎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源于只能说好 并不是因为真心实意地喜欢自己 凯尔想说些什么 但一切解释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着调查员解开爱丽的手铐 两人的感情也走向了终点 回去时凯尔还是固执认为 这一切都是自己违背了约定造成的 发小却说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约定 你才会搞砸一切 你为何不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考虑一下后果再做决定 然而凯尔却丝毫没有听进去 在发小看来 没有主见的凯尔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看着电视里甜甜的爱情剧 她重新打电话给爱丽 可爱丽再也没有接过她的来电 她不愿和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在一起 上班时她又变得沉默管言 即使是开飞机的感觉再棒 也没和爱丽在一起的时候书信 她追到爱丽演出的酒吧 他还是那个没有主见的好好先生 任何无理的要求她都会同意 竟然真的在天桥上 一跃而下的她不知道 越是这样 越挽回不了爱丽的心 晚上发小打来电话 原来帮发小筹办婚前派对的事被她给忘了 她将发小两人约了出来 表示自己很抱歉 然后垂头丧气地走进酒吧 其实当一个好好先生并不是全是坏事 如今的凯尔多了很多的朋友 喜欢找人帮忙的邻居大妈 眉眼如画的波斯姑娘 还有一大群找她带过款的客户 在凯尔的搭线下 韩国的服务员姑娘 也和失业的领导双宿双飞了 看着别人都成双成对的 凯尔难免得有些失落 她情不自禁打电话给爱丽 可还是被爱丽狠心地拒绝 回家后电话铃声响起 她一个跨步就接听了起来 然而电话那头却不是爱丽 而是她的前妻 原来前妻被男友抛弃了 她想回到凯尔的身边 但这一次凯尔选择了拒绝 然而一旦说不 不好的事情就会降临 果不其然 刚出门坐上电梯 电梯就出了故障 终于费了好大的力气逃出电梯 又差点被流浪猫袭击 刚停在路边的汽车 也被交警给拖走了 受不了的她去找老头解除约定 结果她的突然出现 病床上醒来后 她的第一句话还是抱怨自己违背了约定 一看救星来了 她马上要求老头给她解约 结果老头直接告诉她 约定是她下拜的 一开始这样做 只是为了让她打开封锁的新门 可当她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后 所做的事就不再是为了约定 而是她真心想这么做 一番话让凯尔茅斯顿开 而这番话发小很早就对她说过 果然解铃还须记灵远 5点40 马上就是爱丽辰跑拍照的时间了 她衣服都没换冲出医院 刚好碰到找她贷款买杜凯迪的护士朋友 朋友说杜卡迪和小绵羊不同 马力可是很强的 逐渐熟悉了杜卡迪的性能 她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宛如一个去拯救公主的骑士 来到爱丽辰跑的集合点 在爱丽莫名其妙的目光中 她一手油门一手刹车 疯狂地转圈烧胎 当生疼的白雾遮挡住所有人的视线后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骑士 帅气地走向了她的公主 她说如果我没成为好好先生 那我就不会认识你 即便是能够遇到你 以前的我也不敢与你搭话 你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你勇敢的什么都不怕 你不认为我害怕什么? 你不认为我害怕什么? 我害怕很多东西 我害怕也很害怕 所以我们一起害怕 我不认为我说什么 所以就说对 但只要你真的想要 可能 可能 来吧 我不认为我说那句话 好 我喜欢 我喜欢 Reggie 来吧 是啊 生活不一定非得是好货 也有代表思考 代表不确定的可能啊 有时候曲曲中间 也是很不错的 之后再也不钻牛角尖的 她和艾莉 还是参加着各种社会活动 为流浪汉捐住了一车的衣服 而且她还给老头也上了一课 这一车的衣服 正是老头的学员们捐住的 对所有事说好 是会被别人忽悠利用的 所以不要盲目地说好 也不要盲目地说不 只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机会就会不断袭来 这时选择自闭还是开放 请忠于你的内心 妈妈说了一句 让我们一起死吧 就狠心地将儿子放在传送带上启动开关 而传送带的另一头 是锋利的碎步机 四岁的儿子天生脑筋乱 听不见也不会走路 妈妈这么做 只是为了逼儿子站起来 可儿子看得见却听不到 也意识不到危险 眼看儿子马上就要卷入碎步机里 最后时刻 妈妈还是无奈地关闭了传送带 她崩溃地咬着毛巾 撕心裂肺地哭泣 而一旁的儿子 似乎是感受到了妈妈的绝望 竟然神奇地站了起来 傻乎乎地看着妈妈傻笑 激动不已的妈妈还不知道 四岁才学会走路的残废儿子 未来会参加五届残奥会 夺得六枚金牌 打破多项残奥会短跑记录 成为苏神苏炳天心里真正的苏神 很多人都说中国拍不出励志电影 那么今天他来了 男孩就是苏化伟 一个钟爱跑步的中国阿甘 他才刚出生半年 就被诊断出罕见的黄胆病 伴随而来的还有严重的脑筋磷 听力也只剩一两成 即使是治好了 以后也不见得能走路 生活不能自理 高 我还是高 他就这样趴在苏妈的背上 这一趴就是四年 商店里的大叔本想送他一瓶汽水 可这个举动却让苏妈大发雷霆 因为在苏妈眼里 儿子和其他孩子并没有不同 他不允许儿子成为别人的怜悯对象 这天苏妈一如既往地带着儿子上班 可儿子那昂贵的助听器丢了 因为停工影响工作 厂长骂他像儿子一样低能 虽然找到了助听器 结果儿子又不见了 他大喊儿子的名字 可儿子哪里听得见 好不容易找到了被烂布遮盖的儿子 但儿子只会没心没肺地傻笑 这一刻 苏妈积攒了多年的委屈 终于崩溃了 你不懂得走啊 你又可以叫啊 他将儿子放在传送带上 撕声裂飞地让儿子站起来 也不知是苏妈的逼迫起到了作用 还是阿维感受到了苏妈的伤心 他竟然奇迹地站了起来 苏妈拉着他的手说 既然所有人都不把你当普通人 那你就做一个不普通的人 就这样在苏妈无时无刻地陪伴下 他不仅学会了走路 并且还学会了说话 为了让他以后有人照顾 苏妈甚至又给他生了个弟弟 转瞬间阿维长成了13岁的大小子 可因为口齿不清 他经常会被同龄人嘲笑欺负 但他和苏妈一样 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倔强 他会反抗也会逃跑 即使是穿着拖鞋 那几个正常的孩子也追不上他 也就是在这时 苏妈注意到了他的跑步天赋 于是苏妈带着他去 伤残人士体育协会报名 结果因为他年龄不满 14周岁被举 临走时他们路过体育场 阿维碰到了改变他一生的短跑比赛 看着训练的运动劲儿们 他就像飞翔的海鸥 情不自禁地跟着运动员一起冲刺 后发先制的他 距离第一仅仅只差一个身位 即便冲过了终点 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 原来跑步竟然是如此的酣畅淋漓 而这一跑也给苏妈跑出了希望 田径队的教练看到后 破格录取阿维成为伤残田径队的队员 苏妈无微不至地给阿维剪着脚指甲 让他要听教练的话 不要嫌累 可训练要比苏妈想象的要辛苦得多 每当阿维被汗水打十一山 苏妈总会心疼地递上水 让他休息一会儿 这导致教练十分不满 警告他在训练时不要出现在跑道上 此后铁丝往外出现了一个 坐在小马扎上偷看儿子的背影 哪怕天再热 蚊子再多 苏妈总是风雨无阻 因为阿维的平衡感十分的差 不能跑弯道 教练准备让他跑接力赛的第四棒冲闲 可这个决定 却让原本跑第四棒的阿东产生了不满 他不服气自己跑得比火车都快 凭什么却要把第四棒让给阿维 大家一对人 哪个冲闲有什么所谓 我所谓 你们要他跑第四棒 他被我十秒我回来 就这样 倔强的阿维开始拼了命的训练 可始终跑不近15秒 这一晚阿维哭了 我想 我想跑得快点 之后从未接受过训练的苏妈顶着毛巾 开始陪着阿维一起奔跑 汉堡里的牛肉阿维吃 而弟弟只能吃面包片 踩在鸡蛋上练习阿维的平衡力 为此家里每天吃着全蛋宴 在苏妈的陪伴下 阿维每天都刷新着自己的极限 这天苏妈意外地碰见了阿东 他告诉阿东 其实你一直是阿维的偶像 他一直想要和你跑得一样快 阿东没有说话 而是静止地走向跑道 跑 他将接力棒传到阿维的手上 在阿东的追赶下 阿维竟然真的突破了15秒大关 很快1996年的亚特兰大残奥会开始了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但他却没有辜负教练和队友的信任 在400米接力赛上的最后一棒 他一举超越日本英国美国等种子选手 夺得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枚金牌 血泪的堆积才能铸就万人主目的英雄 远在香港的苏妈激动的热泪盈眶 自己的儿子终于变成了不普通的人 这是苏妈人生中的第二次化妆 只是为了迎接儿子的回归 记者们对这个冠军妈妈十分好奇 而苏妈却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愿望 同工同仇啊 因为残奥会的关注率低 所以同样是冠军 同样付出了努力和汗水 而奥运冠军可以拿100万奖金 残奥冠军却只有2万奖金 每个月补贴更是天壤之别 甚至残疾运动员参加训练还得自己贴钱 一回家阿伟就把金牌挂在苏妈的脖子上 之后的两届奥运会 她不断地刷新着自己保持的世界机会 不断地刷新着自己的金牌数量 那个标志性的十指指天的庆祝动作 响彻了整个世界 最后她用两根指头指着眼睛 然后再指向看台上的苏妈 这个熟悉的动作让苏妈一时错愕不已 随后便忍不住欣慰的哈哈大笑 因为在训练时 苏妈总会在终点用这个动作告诉阿伟 加油 妈妈就在终点望着你 这天听着火车的轰鸣声 她缓缓地摘下助听器 然后做出起跑姿势 耳朵微微晃动 在火车来临的那一刻 迅速起跑加速 她这是要和火车赛跑 20米时 她落后一大截 50米时 她已是微微落后 90米时 她和火车齐头并进 她大口呼气拼命冲刺 冲线时 她超越了火车 苏妈顿时呆住了 阿伟竟然真的跑赢了火车 2006年就在她信心满满地 准备在自己家门口 参加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时候 父亲却意外摔成了重伤 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全部花光了 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苏妈身上 最多的时候 她一天要打五份工 她打电话给经纪人 想让阿伟拍些广告赚钱 却因为残奥冠军没有流量而被拒绝 阿伟不想苏妈这么辛苦 就想要再训练之余兼职赚点外快 可苏妈却转头命令弟弟 弟弟 未来这两个月 你放学 不要去男头队了 你来医院照顾我爸爸 然而苏妈不知道的是 其实弟弟是足球队的 结果弟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把哥哥赢回来的奖牌全都拿去卖 你知道吗你哥 每个金牌 你撕出来都有血有汗的 你拿去买给人 丢不丢架你 是我丢架 面对苏妈的责备 弟弟歇斯底里的诉说着这十几年的委屈 似乎从小到大弟弟就从未体验过母爱 我不是男球队 我是足球队 这一刻 一向雷厉风行的苏妈 好像真的变老了 目睹这一切的阿伟 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退领 她不想自己一直是被照顾的那个人 虽然在送快递时她受尽白眼和歧视 但当教练邀请她付出的时候 她还是坚定地拒绝了 因为送快递有七千块的工资 而训练的补贴只有三千块 可当看到电视上的圣火传递时 她还是忍不住地以泪洗面 她钟爱跑步 可为了生活 她不得不放弃梦想 现实和梦想之间总要有个选择 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她的苏妈 第三下四地再次拨打了经纪人的电话 这一次因为北京奥运会的热度 阿伟终于有了广告肯见 也终于可以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 年近三十的她再次踏上跑道 一如当年那个逐梦的少年 可因为两年没有训练 她的成绩退步了很多 为了让她的成绩提高 教练一改往日的训练方法 专门训练她的弱项 七跑和弯道 她练习到手臂直不起来 练习到没有一丝力气 结果分支踏来的广告 经常会干扰到她的正常训练 甚至导演为了广告效果 会让阿伟故意磕磕绊绊地念广告词 这让她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侮辱 听导演讲 那导演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不就讲得脱卡一点 不要那么熟 论准一点 说得上你就说不行 失望的阿伟哪能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 毕竟很多奥运冠军退役后都很难生活 更不要说阿伟了 能在退役之前多赚一些 这是苏妈现在唯一能为阿伟做的 晚上训练不顺的阿伟终于爆发了 她怒吼气跑训练对她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时苏妈又找了过来 原来阿伟没有遵照合约去拍广告 你不是想帮我 你不是想帮我 你是想换我 我想帮你找个人 帮你剪指甲啊 我不用帮我剪指甲啊 以后我自己剪 阿伟 你残毁天生是没有人怪你的 本亲密无间的母子两人 也在这一刻形同陌路 苏妈让教练照顾好阿伟 自己就不去奥运现场了 2008年北京鸟巢 奥运会在全世界的瞩目下胜大开幕 可阿伟却在100米和400米决赛中接连失利 发挥失常的她 只获得了第三和第六的成绩 她哭着抬起头 却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就在她无比自责的时候 苏妈出现了 最后的200米决赛 阿伟望着看台露出自信的笑脸 因为苏妈就在终点望着她 她像跑赢火车那次摘下助听器 回想着自己第一次战略 回想着和苏妈的1.1滴 回想着自己第一次参赛 她在跑道上两脚生凤剑步如飞 如那离闲的剑一往无前 银安照白马 萨踏如流星 第一个冲过终点的她单指指贴 用24秒77的速度震撼了整个世界 创造了至今无人打破的记录 正如苏华为所说 神奇小子为什么能跑的萤火车 正是因为她有一个神奇的妈妈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下苏华为夺冠的真实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